下一題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那個要回答 因為我們接下來問說 怎麼走出低潮 沒有 我還不能回答 大家可以報告一下 我跟大家報告 我現在還在低潮裡面 我也正在想我要怎麼走出來 我每天都人家問我說 大飛你今天在幹嘛 我說你最近在忙嗎 我說滿忙的 他說那不錯 你在忙什麼 我說 忙著裝忙 對 但是我說真的 因為我爸也一直跟我講一件事情 他就說人在高潮的時候 你不要想著享受當下的掌聲 你就要開始想要怎麼往下走 就是你要怎麼 學著在低潮裡面跟自己相處 低潮並不恐怖 只是你要怎麼走出來 但怎麼走出低潮 就是要像兩位姐姐來學習 真的當初是怎麼走出人生的低谷的 我覺得阿丹的低谷 真的是 如果是我 我不見得 能夠像他做得這麼好 因為我最記得有一天 我覺得我們有一次上節目 然後我就在聊說 那小燕姐問我說你最怕什麼 我後來說我怕鬼 他當然說 我低潮的時候 鬼來我都不怕了 對 記得嗎 對 鬼來我都不怕了 真的耶 真的 因為我比他還像鬼 人在低潮的時候 恐怖的時候是鬼見仇了 這是真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我自己其實就跟他們是同一類啊 就是同一類啊 就是沒有沒有一種氣息的也沒有一種 生命力 靈魂 沒有沒有生命力也沒有 不要講活力了生命力都沒有 我只覺得每天不曉得在到底是白天還是晚上 晚上還是白天我自己都搞不清楚 就是就是在那個那個那個裡面 就活在那個自己的那個裡面 我只是不過是多了一口氣息而已 就這樣子 多了會呼吸的功能 對對 我覺得宗教力量是很大的 信仰是很大的 這是一個真的是一個正能量給你 你不覺得我沒有辦法去形容 我沒有辦法去形容那個奇妙的感覺 我真的沒有辦法去形容 那是一個 我只能說那是一個奇蹟 我覺得信宗教啊 去走到宗教裡面去 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式 讓你能夠走出低谷 找到自己的正能量 那個時候我也是 每天那個躲在家裡 哭得眼淚也乾了 然後也什麼也不想做 有一天我突然就覺得說 我在幹什麼啊 我躺在這裡要躺多久啊 因為我每天就躺著什麼事都不幹 我已經躺這麼久 我說我還要繼續躺下去嗎 那我還在躺多久 三十年 再躺三十年啊不要吧 那如果不躺三十年 我總有一天要起來的吧 對 那要起來為什麼不今天就起來呢 那我就起來吧 所以當我的信念想通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要改變我自己 比如說我以前在失戀的時候 我心裡很難過 我都沒有辦法 這個平復自己的心情 我就要找一件事來轉移我的注意力 我就想 我很想學開車 我那時候不會開車 我就去買一部車回來學開車 然後因為我在開車 所以我很專注地學開車 所以我很快就學會了開車 我也忘記了失戀的痛苦這件事情 其實也不一定要開車啊 你可以學廚藝啊 對 你可以學 你想做 注意力 對 要轉移注意力 就不要讓自己再糾結在那個 低潮的那件事情裡面 我要轉移注意力 學會一些事情 你會覺得有成就感 我就要學開始做炸藥 這個難度好像滿高的 千萬不要